主席各位同仁,我們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部長您好,我在上個星期 也跟您請教了 新北市青年住宅 興建營運移轉 就是我們講的BOT案 獲利的狀況 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內政部有沒有什麼答覆 那時候 你們說你們計算的 70年是獲利104億 新北市是4億 當然我知道新北市的計算是把 70年的通貨膨脹算進去 這個算法其實很特別 這是他有折現 我知道,通貨膨脹的折現 但是他沒有把 獲利再投資的利潤算進去 這個算法很特別 70年只賺了4億 好,那我要請問 那去年給我這104億 你們有沒有新的說法 新的算法 請說明 委員好 我們是有最近在洽 新北市主辦單位 他們這個算法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一個資料 那我們跟他洽以後 他仍然是表示說 這個屬於他們內部資料 沒辦法正式提供給我們 確實他是這樣 沒有辦法提供 沒有辦法提供 就是廠商 他們跟廠商簽的合約 那些的一部分 是這個投資計畫 對不對 就是他的財務計畫 他的利潤 他的利潤怎麼算出來 不能跟 營建署講 他沒辦法正式提供給我們 什麼叫沒辦法正式提供 你營建署內政部 補助了12億5000萬 給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的計畫 送來給你們核定 新北市政府 送來的計畫怎麼核定的 他的利益 利潤怎麼計算的 他的財務計畫 沒有辦法給你們看 那你們出這個錢算什麼 我們是提供土地 提供土地 我當然知道你們提供土地啊 你們不提供土地 新北市要花12億5000萬 去跟國有財產局買土地啊 所以你們出了12億5000萬 你們連新北市政府 跟廠商簽了合約的財務計畫 你們都看不到 你把12億5000萬要回來 你們把12億5000萬要回來啊 你們錢出去了 就管不著了 我也沒有叫你們去管 但是你至少要監督啊 他的計畫是你們核定的 沒有錯吧 那不然你就不要核定他的計畫 你核定了他的計畫 你看不到他的財務計畫 這算什麼核定啊 你算什麼負責啊 我們今天還要審你們預算 我們怎麼審啊 所以招標事實上是地方政府在主辦的 這部分 那是我當然知道是地方政府發包招標的 我現在只問 為什麼他們的財務計畫 你們要根據他的財務計畫 先算一次獲利給我看啊 你在去年給我的 是根據新北市政府給你們的財務計畫 對不對 你們算了一次 然後現在呢 因為我們批評了 他在今年 又重新做了一個計畫 你們今年重新核定 沒有錯吧 報告委員 整個狀況真的是 我在這邊是真的要跟委員說抱歉 什麼叫抱歉 你們莫可奈何 對新北市政府莫可奈何 你們就撤銷那個核定 報告委員 我說明一下 我們當初我們去年12月提供給委員那個 那個資料 那個資料是他們簽約以後第一次提供給 第一次修正以後的財務計畫給新北市政府 那麼我們是營建署那個時候是把那個財務計畫 從他本身沒有那個數字 是我們從裡面每一個氣象去擷取出來的 然後把它加種起來 所以你們算出來 104億 跟我們算出來其實很接近 跟委員提供的那個資料裡面並沒有折限 那時候沒有折 只是預估70億後的資料 那我現在根據你們估算的 說你們給我說他的獲利是104億 這個我都不管 那我現在要求的是 他的確實的財務計畫 我們總要知道說 新北市政府這個青年社會住宅 給廠商的利潤是不是過高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你們如果連這個財務計畫都拿不到的話 你們的預算 我們怎麼可能不要說 省你們的基金預算 請允許我再補充一下 請允許我再補充一下 總共有三處 它集中在一處 在那種背景下面提供出來 後來 但是那種做法是不符合所謂的三處都要混居 要回到 所以審計部也有意見對不對 這我都知道 是 那我現在要知道說 你們今年五月新的核定計畫之後 他的財務怎麼算 那你不然你核定什麼計畫呢 報告委員 我沒有要求看到新北市的財務計畫 因為整個招標的作業 如果這個文件是使他招標的文件的內容 當然我們必須尊重他 但是 是不是我們在核定的時候 我們是核定他的興建計畫 但是我們並沒有核定他的這個財務計畫 這個我想我們再了解看看 如果說你們都拿不到新北市的財務計畫 我告訴你說 我們接下來的預算我們就走著瞧 你接下來 你還有今天要解凍的預算 你今天最好給我一個答覆 好我接下來要跟你請問 你記不記得 我在上個會期 跟內政部的幾位所長要過出國的紀錄 有 那麼這其實是各位的這個隱私啦 所以我在這邊就 不特別的這個引述 但是我看了這個出國紀錄啊 我其實有些疑惑 譬如說 您的這個內政部次長 有一位二十年 只出國了四次 有一位二十年 出國了二十二次 有一位 最特別 二十年只出國了一次 我們議政處 議政處的這個署長啊 二十年只出國了一次 我不曉得是什麼特殊的原因啊 但是如果說 當任到議政署的署長二十年喔 到今年的五月 出國只有一次 可以當到署長 那我覺得其他的 這個單位 其實 出國的這個 考察的經費都可以不要編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這顯得 這顯得是非常的不正常嘛 你是說英工出國嗎還是 沒有我這個都不管啊 這是英工英私啊 都在這裡面嘛 你出國考察也在這裡面嘛 怕坐飛機啊 怕坐飛機 我不曉得我沒有問啊 我不曉得是不是理由 我知道有認識的朋友 他怕坐飛機啊 怕坐飛機不能是什麼樣的理由 如果你們告訴我說 在這二十年來 在座的各位 大概都從 這個 這個中階高階的這個公務員 到了現在最高階的文官 有的二十年可以出國三十幾次 有的二十年只出國一次 所以我覺得這個出國這件事情 當然是各位的私事 但是我不曉得這些出國 英工的比例有多高 但是各位都告訴我說 出國考察的必要性 所以我就不了解 如果出國考察是必要的 為什麼有的人可以出國考察 即便他坐飛機 他可以一路升到這個署長 但是我要在這邊 重點不在這裡 我要重點 我要跟這個消防署的署長請教 消防署 他今天沒有來 今天沒有 抱歉 好那 如果他沒有來 我在今天就不談他的事情 但是各位請轉告 請消防署的署長 再來跟我 再 他重新再考慮一下 再來跟我再做一次說明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到 一個 這個公務員 他每一年 去一個國家 兩次到三次 那對我們來說 那個很像什麼 你知道嗎 每一年都去兩次到三次 每一次 都是六天到十天 那個很像是移民間對不對 我不曉得 但是也許是他探視親人 或者其他的原因 我的了解不是這樣 那但是呢 您去轉告 請他來跟我說明一下 因為我問過一次 他的說法 跟我們的想像都不一樣 他的說法 跟我剛才講的那個理由 也不一樣 但是呢 根據我了解 似乎不是他講的那樣 我的話講得很含蓄 我希望你去轉告 我再給他一次機會 好 他來跟我做說明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也必須要再講 出國的次數的頻繁 並不代表 這個公務員他是不是 這個 對他的業務或者說 鹹熟與否 或者他是不是認 可是你作為首長 我們有幾位 其實很長期擔任這個職務了 擔任在內政部任職 如果 我不曉得我這個拿到出國紀錄 您看過嗎 我看過 所以你沒有覺得這裡面有異常嗎 你沒有特別的感覺 沒有特別的感覺 你沒有特別的感覺 我看了我就覺得感觸很深 為什麼有 同樣的一個類似的職務 兩位次長 一個可以在二十年之內 不管因公因私 只有出國四趟 有一位可以出國二十幾次 我們有一位次長他曾經在民間服務 我講的這個是長期擔任公務員 都是常任文官 我講的這個都是常任文官 所以 要請部長去了解一下 我們未來在 如果有在審查到 這個各位的出國的經費的時候 我們也會再做討論 然後我再一次提醒 營建署 新北市青年住宅的財務計畫 今天可不可以再一次給我們一個正式的答覆 新北市到底憑什麼不提供 跟我們講清楚 我們再請營建署趕快跟新北市接洽 當然我覺得 營建署告訴我的是新北市拒絕提供 那你內政部有沒有本事叫他改變這個拒絕提供的決定 就要看您部長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請教一下部長 剛剛段委員所指的 我請教一下